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实际上回到我们前面对足中的病因考虑 我们是认为脑足中最主要 脑梗死最主要的因素是动脉周样硬化形成过程中有不稳定的斑块 然后在不稳定斑块破裂的基础上有血栓形成脱落会造成脑梗死 因此这个斑块的重要与否 重要吗 就在于它是一个稳定的还是一个不稳定的 那么除了斑块以外 如果它是个稳定的斑块 那么它发生触中的风险是小的 但如果超生或者持共证检查出来 它是一个不稳定的斑块 那么它发生触中的风险就是高的 就是需要积极的我们刚才说的他定类的治疗 或抗血药板聚集的治疗 RCP0的治疗来预防触中的发生 那么除了斑块以外 斑块逐渐逐渐增大 所以造成了血管治疗 血管狭窄的情况的话 会发生触中吗 如果是说血管的狭窄是在50%以内的 仍然是参照于我们刚才说的他定类的药物 抗血药板具体治疗的药物 但是如果血管的狭窄超过了50% 甚至超过了70% 那么它可能会造成脑供血的减少 那么会增加脑树中发生的风险 这种患者的话可能就需要药物治疗 有些严重的狭窄甚至需要切入 或者是颈通脉剥脱素来解除狭窄的情况 预防之中的发生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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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